东方热点,专业时评,欢迎收看本期的东方时评。 从0到1,国产大飞机正式启航。 C919只是开始,国产化也仅是第一步。 布局全球供应链,掌握行业标准才是最终目的。 嘲笑组装货又何妨? 时间会让他们闭嘴。 昨天,全球首架C919成功商业首行,不知老铁们都看了直播没? 我的视线反正全程盯着东航MU9191航班,从上海虹桥机场一路跟到北京首都机场。 尤其过水门、纳克,心情就像C919一样飞了起来。 中国人终于坐上了国产大飞机,目前C919订单总数已过签。 其中,国航、东航、南航共订购60架,国内客户还包括海南航空、四川航空、河北航空、幸福航空, 以及18家航空租赁公司。 值得注意的是,C919还获得了德国普人航空、泰国都市航空两家航司以及美国Gekas等航空租赁公司的订单。 C919与目前主流的空客、Airbus、320和波音、Boeing、737属于同一机型。 C919正式进军民航市场,打破了空客与波音的双头垄断。 自此,全球大飞机正式进入ABC时代。 国航蹭到顶流,C919商业首航过程中发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小插曲。 塔台视角的空地对话ATC录音显示,东航MU9191由于走红毯滑得太慢,被后面的国航兄弟催了。 不耐烦的国航2825意外蹭了一把顶流。 C2825,机瓶,国航2825,能让前机快点吗? 甜妹塔台,国航2825,前机是919。 C2825,甭管啥,那它滑得也太慢了吧。 C2825,才滑十节,那也太慢了吧。 人家大明星在走红毯,周围全是摄影师,那速度是有拍照要求的吗? 国航老哥,你也太杀风景了。 据说国航2825机长是天津的,擅长说相声。 重点应该不再吐槽的坦兴,而是趁机跟塔台小姐姐多聊几句。 只是现在一众大佬就坐在C919上,天津机长确定不怕乐极生悲吗? 甜妹塔台,民航局长就在前面,你要催的话,可以帮你转达。 你确定要催吗? 纯属脑补,聊姿一笑。 让领导先飞,说到一众大佬,想起当年C919公布运营时间时,不少耗材替咱们操心起安全问题,数万跟风转发让领导先飞。 如今,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此次随C919首飞的领导。 第一排左起一次为,第二排左起一次为C919首飞的领导阵容,让我想起2014年国产支线客街2-21取正前夕。 时任民航局长李嘉祥就在时任商飞董事长金壮龙的陪同下,乘2-21从上海飞到北京。 同级的还有,2-21项目总指挥罗荣怀,以及各条线领导。 国产飞机漫长的是非阶段,让领导先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,这是中国科研的传统。 从神农市长百草,到陈薇院士试种第一针新冠疫苗,从古至今,中国科学家从来走在风险第一线。 脑子里没半斤西方自由主义养出的事,想不出从这个角度来攻击国产大飞机质量。 C919首飞前,他们说质量不行,让领导先坐。 C919首飞后,他们说凭啥领导先飞,这TN是耍特权。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 他们的话术,与攻击流浪地球二里50岁以上出列如出一辙。 说国产飞机,我肯定不做的,何说50岁,我肯定不出列的,重合度很高。 自己是驼使,就容不得别人好。 自己内心阴暗,就见不得阳光。 组装货,总有些人见不得中国好,尤其利益跟西方高度绑定的买办资本,以及精神美国人所谓皈依者狂热嘛。 其中听到对C919质疑最多的,就是所谓组装货。 事实上,C919国产化率高达60%,作为对比,美国的波音和欧盟的空客,不同机型国产率也仅在40%至70%之间。 C919就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。 波音和空客自主化率未必比得上C919,人家是高科技,咱就是组装货。 有些人要不要贵得那么彻底? 对比波音和空客,C919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。 不仅在飞机性能和乘客体验上更为出色,而且装载了许多咱独有的黑科技。 C919的外壳完全自主研发,采用了大量的态,反复飞行不会形变。 既保证了飞机结构的稳定性及飞行的安全性,还大大降低了运维成本。 西方可能卖咱发动机,但绝不会卖飞机外壳原材料合金。 科研人员攻克了大飞机生产最重要的一关。 在飞行操控方面,C919加入了大量自动化和边界保护技术。 如果机长在飞行中误操作,飞机可以进行自主纠错,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率。 此外,C919还安装了北斗定位系统。 除了导航外,黑匣子还可以和卫星进行实时通讯,自动发报飞机上的各种参数。 C919机身采用了大量先进复合材料,使用量达到20%,而且钛合金、铝合金等材料在机身整体重量中的占比也超过了20%。 这些新材料让C919机身结构更加坚固,舒适性和经济性更好。 性能相同的条件下,对软件系统的依赖性也会更小。 除此以外,C919机舱内噪音低于60分贝,明显低于波音和空客。 国外同类型飞机机舱噪音基本在80分贝左右。 C919是同类客机里机身最宽的,座椅和过道都更宽敞。 同时增加了行李舱高度,人站立时不会局促,视野更好。 C919将封挡玻璃从6块减为4块,将固定窗和滑动窗融为一体。 眼睛比同类客机更大,有效减少飞行阻力,增大驾驶视野。 C919采用先进气动布局和最新超临界机翼,在有效增加升力的同时,减小了飞行阻力。 机翼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升力,升力产生效率是设计时主要考虑的问题。 这也是咱们专家第一次成功设计出超临界机翼。 C919改进电传操纵和主动送控制技术,提高了飞机的综合性能。 人机深度融合,即算法升级,避免了人或计算机在错误的数据下操纵飞机。 C919在纵向操作性,侧向操纵性和方向操纵性方面, 比波音737和空客320体验感更好。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架现役飞机是100%自主技术,波音和空客也是全球采购。 就跟手机一样,苹果和华为的技术和零件也并非全是自己的。 芯片也是同样道理,一位给国产道游不知是出于怎样阴暗的心理。 有些人认知水平太低,唯一长处大概就是敲键盘。 虽然C919基本实现国产,但在个别核心技术上,咱确实还在努力之中,比如发动机。 C919目前发动机用的是CFM Leap EC。 Leap系列有三种机型,分别供应给空客、波音和C919。 供给C919的在三种型号中性能最差,甚至比咱自己研发的CJ-1000AX还要重不少。 一般来说,发动机每轻一公斤,飞机结构就能省四公斤。 发动机越轻,飞机越省油。 卖给咱严重缩水板也就罢了,美国还频频放出风声,威胁要断工。 之所以没断工,就是因为咱有国产替代,而且性能在持续升级。 如果没有长江系列国产发动机,美国压根就不可能卖给咱。 运二世已经装上了国产发动机,正是长江1000系列。 C919的CJ-1000AX还会远吗? 目前,国产大韩道比发动机长江2000也取得了技术突破。 长江2000有更大的商业部署价值,是为C2929宽体客机特别准备的国产动力系统。 中俄联合打造的C2929,未来前景比C919更加光明。 一个冷知识,空客的发动机也不是自主研发。 有些人把空客、波音吹上天,却唯独对咱自己的C919格外苛刻,不知是啥毛病。 最难从0到1,有些人压根不清楚大飞机上路有多难。 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日本、荷兰、瑞典等国都曾研发过自己的大飞机, 但均倒在波音与空客的联合绞杀之下。 中国的C919是唯一挑战成功的例子。 2003年,加拿大庞巴迪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商,决定发展C系列客运飞机。 C系列定位为高端支线客机及低端干线客机, 尽量避免跟波音和空客正面硬钢。 即便如此,C系列仍将面对空客318与波音737-600的直接竞争。 在双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中, 竟无一家航空公司真正支持C系列的研发。 短短三年, 庞巴迪挑战双巨头的尝试便宣告失败。 因为无法取得试航证, 俄罗斯大飞机也惨遭滑铁炉。 前苏联飞机制造实力雄厚, 可无视美欧试航证, 将大飞机销往社会主义国家。 苏联解体后, 俄罗斯飞机制造被逼上绝路。 就连国内航空公司都不购买没有试航证的俄罗斯飞机。 日本也曾研发出YF-11直线客机, 荷兰曾研发出福克-100, 德国曾多年, 瑞典也生产过4-200, 但这些挑战者均倒在波音与空客的铁蹄之下。 从0到1是最艰难的一步。 C919成功了, 作为唯一的挑战者, 中国站在了民航客机发展的新起点。 键盘侠的高论, 让人恍惚以为组装大飞机特别简单。 大飞机作为工业制造皇冠上的明珠, 绝不是买一堆零件组装起来那么简单。 前面特别强调, 现已飞机没有100%国产, 因为俄罗斯曾拥有过大飞机制造能力, 也是唯一可能实现100%国产的国家。 但由于各种原因, 现在无法生产自己的大飞机, 生产大飞机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实力, 还有综合国力。 说白了, 就是能在面对联合绞杀时生存下来。 卡脖子的不光是技术, 更是供应链, 是标准。 作为全世界唯一掌握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, 真有人信中国自己造不出大飞机。 可是全部国产, 一点不用人家的, 谁愿意站你这边呢? 截至目前, C919一遇27个国家签订式航证, 俄罗斯的困境难不倒中国, 包括发动机, 明明有国产替代, 为啥仍用赛风的LIT-EC? 还是阉割版? 机轮, 刹车系统, 起落架是博云新材合资的, 并非美国独有。 用国外零部件, 是在做全球供应链布局。 就算以后所有技术全部自由, 所有零部件全能自产, 中国商飞也不会刻意提高所谓国产化。 毕竟想把产品卖到全世界, 供应链全球化才是正道, 闭门造车走不远。 产业全球化的今天, 掌握供应链就能输出标准。 只有输出自己的行业标准, 咱们才有机会成为行业掌舵人。 就像曾经的高铁, 全是国外技术。 而现在, 咱们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铁技术。 过去仰望的西门子, 阿尔斯通, 川崎重工, 如今统统在我们脚下。 就像曾经的汽车, 咱们走过多少弯路, 交了多少学费。 现在, 国产新能源汽车已遥遥领先。 如今, 电动车产业供应链掌握在谁手里? 标准又由谁制定? C919已正式启航, 依托于C919的体系化工程及人才培养, 已走上正轨。 以中国的市场体量, 国产大飞机崛起只是时间问题。 嘲笑组装货没关系, 阴阳怪气才正常。 若缺少了失败者的哀鸣, 那么成功也少了些许趣味。 时间会让他们闭嘴的。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, 感谢您的观看, 欢迎点赞, 订阅和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